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9号星期四 大家好 最近这几天啊 网络上的一些这个大媒和大V们呢 非常的兴奋啊 他们终于呢 看到了这个美国啊 这个联俄抗中的这个可能性 实际上这个事呢 最早是我们提出来的 对吧 在这个普京和川普会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我们说当时来讲呢 川普这边来讲 希望呢就是要联俄抗中啊 当时呢中国还是想要联欧抗美 当时美国和欧盟还没有谈好 当时呢我就说呢 这个有这个苗头 然后我们看看后面的结果 然后到后面呢 这个美国呢放弃了叙利亚 我说呢应该是普京呢和川普呢 他们的谈判呢达成了某一种呢 共识有了一种实质性的一种进步 那么最近呢 为什么这些大媒和大V们 大V们呢开始 就是说也开始跟进了我们的这种说法呢 是这样子 俄罗斯的一个主要大报啊 独立报 说长文呢批评中国一带一路项目 说中国呢越积极推动一带一路 越多撒钱投资 当地反中国的抗议活动呢 就越多 反中国的口号呢 就越响亮 这个呢的确是事实 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啊 前两天我们播了一个 有两个俄罗斯的一个女子 说是在中国被逼卖淫的事件 当时呢闹的也是沸沸扬扬的 其实当时呢那个事件 我们在播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那个事件呢 很诡秘 是吧 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国家电视台 在大肆的宣传 宣传这件事情吧 在说 然后呢不断的有外媒的记者呢 在这个外交部的这个记者会上呢 来询问这个事情 就感觉在把这个事呢 在上纲上线 好像某种程度上 给人感觉俄罗斯的媒体呢 在宣扬一种呢 就是说反华 仇共的这么一种 分配 是吧 那么呢 到这个这两天的独立报呢 再开始这个批评 中国的一带一路呢 可以看出来呢 俄罗斯的一些媒体呢 实际上对中国变得越来越不友好 而以俄罗斯的情况呢 我们也经常说 俄罗斯呢 属于就是民主体制里边呢 搞得最不好的 中国呢是独裁体制里边 搞得最好的 两个呢 一个激头呢 一个凤尾 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啊 俄罗斯的这些媒体呢 也是受他们这个上层的 这个控制比较严重 所以这个呢 也我们也可以认为 这是上层的一种的受益啊 但是呢 就到此的话 如果就是说 我们就乐观的得出来一种结论 就说明好了 俄罗斯要跟美国联手一起 对抗中国了 我觉得还为时的过早 那我们今天呢 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啊 首先呢 我们得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个从美国 一个从俄罗斯 为什么呢 双方想要能谈妥 能够谈得拢的话 双方呢 我觉得最起码其中有一方要做妥协 或者呢 双方都要做妥协才行 目前的情况下 如果双方没有任何一方做妥协 双方是不可能搭乘共识的 那我们先看看美国这方面有没有可能妥协啊 从美国来讲 我们先说啊 咱先说国内啊 我们先分两个 美国和俄罗斯 从美国这呢 我们再细分啊 再分分什么呢 我们先说美国国内 现在两党呢 现在是一致的要对抗俄罗斯 不管是这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这个呢 是很肯定的啊 之前的这个国防授权法 我们有说到 是吧 这个参政两院呢 都是相当高的比例 参政院我们当时算了一下 百分之八十九点几 这还是因为罗比奥当时那个投了反对票 因为罗比奥觉得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太软弱了 他希望能够更这个更强硬一些 是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看出啊 就是说美国的两党啊 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 是非常的这个统一和一致啊 而且呢 美国的这些媒体吧 不管是白左也好吧 不断的在渲染这个俄罗斯 就是对美国这个2016年大选 就干涉大选啊 呃 干涉美国内政啊 就把俄罗斯呢 放在一个呢 非常非常的 呃 我觉得可以说 把罗斯当成是头号强敌 当时我们讲国防授权法的时候就说了 实际上中国还是第二号的敌人 因为俄罗斯是第一号 当时国防授权法里边明确就是说规定了 什么呢 就是说任何国家只要在军事上跟俄罗斯有往来 有接触的 那么就不能购买任何的美国的这些军事设备 或者是国防设备 呃 实际上当时我们也讲过土耳其嘛 要跟俄罗斯买他那个S400的那个防空导弹系统 那么美国呢 就这F35就不卖了 这实际上就是从军事上来讲 就是说在针对俄罗斯 嗯 然后呢 还拨了650亿美元来开发美国的这个叫什么 呃 就是说那种小型的精确型的核导弹 作为一种战术呢 反制 对俄罗斯如果使用核武器的一种战术反制 而这些都是明确的写在 今年刚刚在参用两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里边的 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如果想要跟俄罗斯谈的话 你在这种军事上 你这么针锋相对的针对人家 这是不可能谈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川普现在根本就无能为力 国会通过这国防授权法 只要超过了三分之二 总统实际上就不需要再否定没有用 那那纯粹就是说自己撤自己嘴巴 自己打自己脸了 所以像国会这么高 我们当时说了350几票 就是在这个众议院 然后参议院呢 是80多票 我现在87对10好像 我们当时算过 现在具体数字过了几天 记不太清楚 大意识上350多 那个是80多 然后呢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 远远的超过了三分之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是无能为力 只能签字 不签的话 那就是自己找不痛快 没有根本就没有 没有意思 在这件事情上 再去想去做任何的 这个东西 都是无聊的 知道吗 都是没有用的 然后再看看 这是国内 我们再来看看国外 国外呢 就是说 先说欧洲吧 你看我们刚才 先说美国 俄罗斯 从美国这儿 再说国内 国外啊 国内讲完 我们到国外 国外呢 再分 我们下面讲 欧洲 中东 亚洲 我们再来分 这一步一步的 就我们这个 按这个逻辑来 来探讨这个事 我们探讨欧洲 欧洲呢 对俄罗斯 一直都抱有敌意 两名呢 前俄罗斯的间谍 在英国呢 被毒杀了 那么英国呢 认为是俄罗斯 是幕后黑手 驱逐了俄罗斯的外交官 而且呢 还做了 就是说 即使是俄罗斯的这个 就民航客机过来 也要做检查 从全面检查 然后俄罗斯呢 也相应了 在驱逐这个英国的这个外交官 而实际上呢 当时英美法呢 都跟进了 在这件事情上 就坚决的站在英美法的这一边 是不是 这个英美法呢 在这种 英国 美国 法国 在这种事上上 是这个 从二战之后吧 就是空前的 这个统一和团结 是吧 那么英国既然这么做呢 法国和美国 当时也驱逐了 俄罗斯的这个外交官 然后呢 后来呢 在这个叙利亚的 这个毒气的时候 美国要空袭 普京很强硬 当时呢 也是英美法 三家联手 一百多枚战俘 书想党人就扔过去了 而且三家 同时 就是三个 就是说 梅尔 马克龙 川普 同时发表声明 就是说强硬的 这个 就是说 向俄罗斯 可以说就是说 你敢还手 我们仨就跟你拼了 就这种感觉 对不对 所以在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欧洲对俄罗斯的 这种恐惧呢 比美国还强烈 美国呢 可能跟俄罗斯 还有谈的可能性 欧洲几乎没有 因为我们说过 远交进攻 对吧 这是历史 就是几千年不变的 这么一个道理 俄罗斯和欧洲 离得太近了 俄罗斯现在 某种程度上 能够依赖 这个俄罗斯呢 还主要是在天然气上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中东 中东来讲啊 在中东地区 叙利亚这肯定 叙利亚现在 它的政府军 全靠俄罗斯撑住 我早就说 叙利亚政府军 当初没有俄罗斯撑住 早完蛋了 对不对 他们现在能够收复失地 能够在那撑得住 完全靠俄罗斯 土耳其呢 现在也是 土耳其当然不能算中东了 但是跟那边 反正就很近嘛 紧挨着 对不对 当然土耳其认为 它是算这个 欧洲 欧洲是吧 但其实就挨着吧 我觉得离离弯很近 而且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 美国这边指责 说在叙利亚的 北部边境活动的 一些东方分子 是土耳其训练的 就是说 土耳其也在插手 叙利亚伊朗 这些 这些事 人就弄得不干不净 反正他们离得太近了 包括伊朗 伊朗最近能够跟美国这么强硬 实际上也是有俄罗斯在背后给他坐近 包括叙利亚 伊朗 当时我们讲了 这个以色列呢 就是说公开的对俄罗斯喊话 就是说叙利亚政府军可以占领叙利亚 我们不再管了 我们退出 但是呢 以色列呢 不能够容忍伊朗的这个军事 这个就是说任何的这个跟军事相关人员吧 不管是军事设备 还是这个部队人员 在这个叙利亚的存在 这是以色列不能接受的 只要有以色列就跟你拼了 所以以色列现在就是要死磕伊朗 是不是 你包括川普在这个退出的伊朗核协议之前 也是我当时也说了 以色列内塔尼亚胡 做了一个20多分钟的一个 一个纪录片吧 或者宣传片 就是指责伊朗 伊朗一直在做这个核武器 一直没有放弃 就是说可以说 以色列跟伊朗就是有点 就不共带天了 可以说 是不是 那美国现在是强烈的支持 这个以色列跟以色列好到了 就快穿一条裤子 这个我们说过了 那伊朗呢 就是说他不可能以伊朗一己之力 对抗 同时对抗以色列和美国那是作死 是不是 所以呢 伊朗其实背后呢 不管伊朗承认不承认了 有俄罗斯的支持在 对吧 这个是很肯定的 在中东地区呢 现在来讲呢 我们承认 川普呢 实际上还有以色列呢 就把叙利亚让给这个俄罗斯了 这点来讲呢 我说过 这个实际上是川普呢 从天然气考虑 因为川普呢 不希望呢 也不希望中东的天然气呢 通过这个叙利亚呢 开辟第二条管道呢 运放到这个欧洲 是吧 这个呢 我们就是说中东 所以在中东这来讲呢 俄罗斯和美国呢 有解不开的 错终复杂的利益关系 在这个地方呢 是真家对卖王 谁都不太可能呢 让一步 至于在亚洲呢 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俄罗斯的天然气呢 现在来讲就是说 欧盟已经跟美国谈完了 荣克跟美国谈了 想要从美国呢 增加购买天然气 我当时呢 分析了 从美国购买天然气 依法天然气呢 必然呢 不如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 它是管道式的运输 它的成本肯定更低一点 美国呢 这边成本呢 还是更高一点 但欧洲为什么要跟美国买呢 就是要摆脱俄罗斯的天然气 对欧洲的这种制约 就是说 我要有一些呢 其他的管道呢 来购买天然气 从这个 就从天然气这儿吧 我 就是万一有一天 我给你闹歪了 你断了气呢 我还能存活 而不能说 哪天我给你闹歪了 你那儿一关闸门 我这不都冻死了 对吧 所以呢 从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 就是说 欧盟这儿的天然气呢 未来恐怕有很 会有比较多的比例吧 在美国 当然不可能 百分之百多后美国买 肯定也要从俄罗斯再买一部分 但是呢 就是美国占的比例呢 会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你增我就得减 对不对 你这边买的多了 我这边就减少了 对于俄罗斯来讲呢 去出口天然气给谁呢 就是卖给中国呗 对不对 那中国来讲呢 就是说买天然气嘛 对不对 中国现在就是没改期 以后我们可能会 我之前我们讲过 对吧 中国在未来的四到五年 可能会成为世界上 天然气进口最大的国家 我们是进口的数量最多 所以呢 对于俄罗斯和美国来讲啊 我觉得为什么 他们很难调活呢 就在这儿 他们都属于罗钉 中国是罗姆 知道吗 他们都是天然气出口国 而中国的天然气进口国 对不对 那么中国到底是俄罗斯买 还是跟美国买呢 这有密切关系了 可是中国呢 跟俄罗斯买的有一大好处是什么呢 俄罗斯跟中国买天然气 是用人民币作为这个结汇的这个货币 而不是用美元 所以呢 从这点来讲呢 在亚洲来讲 俄罗斯和中国呢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互相都需要 对不对 中国呢 需要的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呢 被肯定 俄罗斯呢 需要卖天然气 当然中国也需要买天然气 对吧 所以呢 这样的地方来讲呢 这种利益的这种互相需要呢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呢 我就说从欧洲 从中东到亚洲 我们分析完了之后呢 对美国想做让步的可能性 都不大 对不对 而且呢 说起实在的 就算你川普想让步 欧盟能听你的吗 对不对 你是美国总统 你是欧洲总统吗 你是法国总统 你是英国总统 不可能 英法不会听你的 他们要跟俄罗斯干 还得跟俄罗斯干 北约也是这样 北约现在跟俄罗斯 非常非常的强硬 对不对 那么这些东西 他们都不可能听你的情况下 你怎么办 以色列跟那伊朗呢 不共戴天 你能跟以色列说 咱要不放伊朗一马吗 那不可能吗 以色列也接受不了 所以川普在这件事上 就是说从国内国外来讲 这都不是他能够把控的 他很难做出重大的妥协来 然后再谈谈就经济上 经济上现在来讲 美国连带着欧盟和北约 不断的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之前我们讲过 就是说有7名俄罗斯寡头 极其荣有的12家公司 还有什么17个俄罗斯政府官员 武器公司 还有下属的这些银行 全部在美国的制裁名单当中 并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女婿 基里尔沙马洛夫 什么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长 科洛克利财夫 普京的助手 叶夫根尼索科洛夫 这些全部都在制裁名单里面 都是现在美国在制裁他们 不光是制裁他们 封锁他们的公司 不允许世界上任何的银行 或公司跟他们进行合作 而且冻结他们在海外的 一切的资产 在这种情况下 你让俄罗斯怎么跟你妥协 怎么跟你谈 是不是 你最起码你先别制裁人家 解封人家的资产 你才能谈 对不对 但这些东西我已经说过 这些东西不是川普一个人能做到的 是不是 这个东西是不可能解决的 就在经济上 经济制裁 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俄罗斯的意思 你要想跟我一起 你要联合我一起抗中 可以 你在经济上 你先别制裁我 你先别说你在经济上帮助我 对不对 你能不能 你先别给我捣乱了 对不对 我这要求不高 但你川普能做得到吗 而且天然气这方面有一个死结 就是说 俄罗斯要卖天然气 我也要卖天然气 川普现在想什么 希望欧盟和中国都跟我美国买天然气 我们已经说了 美国液化天然气改革之后 在未来几年 美国就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 那么出口的话 你就需要有人买 没人买你卖给谁 你怎么能扔太平洋里 对不对 那么欧洲 当然欧洲对俄罗斯是有敌意的 欧洲要跟美国买 这时候如果川普跟欧洲说 没事 俄罗斯咱们的好兄弟 让欧盟和北约跟俄罗斯和好 和好的话 那欧盟和北约那些国家 我还跟你美国买什么天然气 你价格要贵 那我直接跟俄罗斯买网子 跟俄罗斯反正百年好合了 是不是 那你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对不对 那你要卖天然气卖给欧盟 你就让欧盟觉得 俄罗斯是有威胁的 我不能百分之百的依赖俄罗斯 即使美国天然气贵一点 我也得给美国买一点的 万一有什么事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从经济上 这种一个死结 刚刚我说的 他们两个都是罗丁 只有中国是罗姆 对不对 所以那你怎么办 你在这种事 你没有相互之间 没办法退上 你们是一个直接竞争关系 从经济上来说 对吧 刚刚从军事上 然后从军事上 我们也说了 对不对 军事上 美国现在在军事上 是完完全全 要独立于俄罗斯的军事系统之外 对吧 而且你现在拿650亿美元出来 眼睛小型核带 你这什么意思 我晓得俄罗斯我也急了 你这什么年代了 你突然开始研制核武器 那你要研制核武器 我也得研制核武器 因为核是要平衡的 对不对 你这不等于直接把俄罗斯 拖入一个核军备竞赛的节奏 但问题 这个不是川普做的 这个是国会通过的 对不对 参众两院通过的 川普能怎么办 我也是说的 现在川普就是想要 没错 从川普还没当总统之前 他就说要联俄抗中 就要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但是现在国会根本不允许 对吧 民主党共和党两党不允许 你让川普怎么办 川普现在根本就无能为力 对吧 这我们就探讨完了 从经济上 从政治上 国内国外的政治 经济上 从军事上来讲 美国现在是无能为力 没有任何地方 能够给俄罗斯 实质意义上的退让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明白普京 为什么普京就看上川普了 觉得川普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在内心当中 生出了对川普的一种爱慕之情 这不可能嘛 对不对 好 美国咱谈完了 咱也谈到俄罗斯这边 你再说普京 普京 首先来讲 我就说了 普京他需要川普 底做点什么 普京这个人 你看 普京 咱就说了 咱就不说他的历史 他苛刻薄出了 不说的历史 你就看面相 你也看得出来 普京他不是个善茬吧 这我没说错吧 对不对 普京这种人属于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 对不对 你光想靠骗 你骗普京 说你许给他一个大饼 对不对 看不见的一个大饼 对不对 你光靠特朗普 说那不行的 你得给人看着实在的东西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普京和川普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 普京看的是长远的 他看的是未来十年 二十年的 对不对 他一天 他一天两天 他下不了台 他长着 他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的 对不对 我说的实在的 你川普死了 搞不好 普京还在俄罗斯当总统的 是不是 所以你川普看的就是眼前 你看的是我中期选举 或者我两年之后的 我的连任 我这两个任期 你看着就这六年 普京现在是六年一个任期 人家最起码干两个任期 所以对于普京来讲 我现在如果跟你美国和好了的话 首先我要做什么 首先就是说 我如果一旦跟你美国和好了 我要制裁中国的话 我的中国的贸易老来 肯定就要减少 我就不能再用人民币结账了 我如果跟你美国 或者跟北约跟欧盟 去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卖天然气 还是卖什么 就甭管卖什么 他肯定都是用美元结账 我会进一步 巩固你美元的霸主地位 对不对 这个是俄罗斯就不能接受的 等于就是说 如果俄罗斯这么做的话 俄罗斯就变成第二个日本了 变成就是说 美国的一个小老弟了 小跟屁虫了 以骄傲的俄罗斯人来讲的话 这很难接受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你川普强势期 我这么做了之后 帮助你美国在军事上 在经济上更强大之后 一旦你川普下去了 怎么办 你现在川普是 你看起来 川普好像想跟俄罗斯和好 对不对 如果川普下去了 又换了像奥巴马 像希拉里这种怎么办 对不对 当年你奥巴马里面谈动 你都不愿意跟普京谈 对 你就瞧不起普京 对不对 你们 那普京就担心的 你这五六年 是 你这五六年 我可以跟你和好 咱们一起对付中国 咱们一起干 但是我这样帮助你之后 你美国做大了之后 一旦你有一天 因为你川普必定要下去 美国他肯定的 他不可能干第三届 对不对 你就算干两届 在六年 你下去之后 你又换个奥巴马 希拉里那种 我怎么办 我不等于自己养虎为患 对不对 普京他看的是长远 普京不看眼前 对不对 普京我是要长期执政的 对不对 我看的是未来 我看的不是 就是这短期的 就养了钱的 这两三年的事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普京我觉得不太可能 为了眼前的一点 迎头小利 就把自己国家长远的一个计划 放弃掉 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说从俄罗斯这儿来说 而且刚才我们谈到的 其实从美国那方面 我们谈到的欧洲 包括这些制裁 这对普京也都是 美国 因为你的制裁 制裁是谁 你不制裁的我 俄罗斯吗 对不对 你军事上 你抵制的谁 你不抵制的也是我吗 你搞核弹 你冲的谁 不也冲的我俄罗斯吗 对不对 你天然气 你跟谁想 你不也是跟我抢吗 所以这些东西 我就不再多重复了 其实从这些方面来讲 从普京这儿来看 都是一样的 而且其实从普京这边来讲 最根源的还是普京看的是长远 川普看的是眼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很多的网友也好 网络的媒体也好 大V们也好 我觉得在这方面太乐观了 实际上 你如果能够冷定下来 你像我这样 从国内国外 中东 亚洲 欧洲 军事 经济 你整个分析过来之后 我不认为短期之内 普京和俄罗斯 有投靠美国的可能性 跟美国合手 一起打中国的可能性 相对来讲 我更觉得 短期之内 什么更有可能 中国投靠美国 一起打俄罗斯的可能性 这比较大 你知道吗 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威胁 比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 其实是要大一些的 我觉得它更大 俄罗斯那边拉了 那蒙古那边搞军事演习 那边搞什么 在扯什么 而且从军事实力上来讲 毛尔良心说 中国现在军事实力 跟俄罗斯比起来 还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从军事上来讲 从各方来讲 俄罗斯并不惧怕中国 其实中国惧怕俄罗斯的 可能性更大 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 俄罗斯内部的政治 相对中国来讲 更稳定一些 普京在国内的支持度 比习近平要好 习近平现在在国内 我们能看得出来 已经有点焦头烂额了 所以从普京来讲 他现在并不需要美国 就是说来支持他 来巩固国内的势力 但是习近平实际上 我觉得有一点点 需要美国的支持了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小冯同志也说 中国的对外的 关系的核心 就是中美关系 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这样你内部 才能够安定 而且刚刚我们也说了 俄罗斯和美国 都是螺丝丁 中国是罗姆 中国无论如何 都需要买天然气 中国一旦跟美国买天然气 实际上就是伤害到 俄罗斯的利益 所以我从这个来分析来讲 我觉得最终来讲 最大的可能性 还是中国 中国又要坑俄罗斯一口 我觉得比较可能 因为之前我们也分析过 高山文也说了 实际上 79年小冰同志访美了之后 打越南 实际上就是帮着美国 坑了当时是前苏联 现在来看 我看历史 估计又要从演 当然这个要看了 要看习近平最后 到底是要走老毛的路线 还是要走邓小婷的路线 是不是 那咱们拭目以待 好吗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